缘分很奇怪 有的人一生 有缘无缘 有的人一辈子 有缘无缘 因为世界不圆满 人间不圆满 只有拥有和佛菩萨的缘分 才会功德圆满 学佛人要把自己的心态 调整到最高点 就叫高上 如果把自己的心情 调整到最低点 那就是低下 只有当你知道 烦恼都会消失的时候 你才能流露出法系 学会认识人间的真谛 开悟佛性 明理自信 内心才能干净 虚空的明理 永远不要去贪 学佛的感恩 永远不能忘 记住自己 学佛的初始心 你才能 有始有终 在学佛道路中 不忘初心 才能 永断轮回 不忘初心 投射 不忘初心 我不冲 我 感谢观看